美军偷袭洗澡的越南女兵,却被赤身裸体的女兵打得怀疑人生。 越南战争中,有总数高达50万的妇女上了战场,以弥补大量减人的男兵。 这些身材娇小的越南妇女,极能吃苦耐劳,擅长丛林作战,常常以游击战术打击袭饶美军,让美军吃尽了苦头。 其中有一只剑制完整的民兵女子机枪连,由于他们的男人大多战死,因此又被称为寡妇连一个美军排在北越岑林中搜索时,被山剑中的嬉闹声吸引,美军顿时洗上眉梢。 只见山剑的水潭里,七八个越南妇女正在洗澡,排长不怀好意思地下达了活桌的命令。 而美国大兵也心领神会,立即形成弧形包围圈,悄悄向水潭摸去。 当快接近水潭时,身后突然枪声大作。 猝不及防的美军纷纷重弹,反应过来的美军立刻掉转枪口,组织火力还击。 然而,灾难再次从背后降临。 水潭中的妇女从衣服下面抽出掩藏的AK-47或56磅,连衣服都不穿,掩藏在石头后面,赤身裸体地朝美军疯狂射击。 结果,30多个美军挂掉了18个。 剩下的几乎人人带伤,如果不是直升机赶来救援。 全军覆灭则毫无悬念。 而类似这样的战术,正是寡妇联所擅长。 这些年轻的寡妇,心中燃烧着仇恨。 人人都怀着满腔的仇恨。 他们警觉机敏,常于奔跑掩藏。 在密林中神出鬼没,对待美军心狠手辣。 使美军闻风丧胆,甚至有些美军患上了精神病。 有时候,寡妇联的女兵会化妆成百姓。 在美军拉网轻角中故意被俘虏。 他们表现得很顺从,主动给美军洗衣做饭。 等美军放松警惕后,某个深夜,他们总能弄到冲锋枪。 朝着美军宿舍一通狂扫后,迅速消失在密林深处。 寡妇联中最具传奇的人物,是一个叫阮文慧的女兵。 她10岁时,父母死于战争,为了报仇,她参加了阅军。 阮文慧经常化妆成小姑娘、妇女,刺探情报,袭击美军。 尤其是她打扮成孕妇混进美军一所占地医院后, 一举刺杀了一个法国医生和十几个美军伤兵,而明造一时。 1979年2月24日,解放军42军126师378团突击连在向越南高坪省南郊推进的时候, 遭遇到强大火力拦截。 而对方则是100多个衣装破旧。 面黄继售的越南女民兵,配有9挺560轻机枪, 2挺570重机枪,还有82无后座力炮。 而这些武器,都是中国制造提供。 除了强悍的火力外,女兵的军事素质极高, 给我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。 起初,解放军还用心声悲悯,用喇叭进行劝详。 但这些女兵的意志顽强,始终以强大的火力进行回复。 一个在越南战争中担任过后勤服务的华侨向导告诉解放军, 对面正是声名赫赫的越南民兵女子姬香莲, 那只令美军闻风丧胆的寡妇莲。 可解放军不吃这一套。 不管是寡妇莲还是官妇莲,挡道就是死路一条。 于是,突击莲,雷霆震怒,发起了凶猛的进攻。 一举攻占了寡妇莲阵地。 清理战场发现,除了败退的女兵外, 阵地上遗失40多具,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兵衣领里面, 用钢笔写了一个名字,阮文慧。 从此,越军中再无寡妇莲。 向英勇无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。 订阅我,一起聊聊。